秦月房 我交给你了 非所不可 真的就这样了吗 为什么 被姐姐写和绿书 就让他这么离开人家了 学堂 你是男子 在这世界男子顶天立地 大好山河 你们说走就走 哪里都去的 可是我们女子 从小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炮头露面 就会被说是有伤风化 遇到冥顽于父的 要打要骂 我们也都只能受着 你说的这些道理 可会何尝不同 我朝至今 女子在家从夫 出家从夫 扶死从子 不得自离女后 可是翠玺 她是多么固执一个人 你肯定比我更清楚 她如果想做的事情 也是谁能拦得住的 我知道 但是一个女子 跟丈夫合离了 在这个世上 她会过得多难 我知道的 family 好 我事实不及不及 你本身是否 我吃了 我都担心 都是我的 我也要不及 你现在 那现在 你只能先这样 我新研习出来的技法 和花样都在这儿了 苏州各大私造房 织井还有客丝技艺 都日新月异 你要多想想 自己擅长什么 特点是什么 清月房 我交给你了 非所不可了 母亲 儿子舍不得你 好孩子 舍不得母亲 就来 给母亲磕磕头 快别跪了 快起来 以后不叫母亲了 叫沈怡 你对秀山的养育之恩 他一日都不能忘 更何况这孩子 是心里真的惦记着你 不过是一声称呼 就催孩子吧 母亲 以后可能经常去看母亲吗 我先等着你了 好吗 好 嗯 星光落在湖面 烟雨吹散了思念 幼稚散下的脸 仿佛依旧是少年 梦里你的容颜 短短续续在浮现 好想回到从前 醉了我倒在水边 想教室的我一脸 缠缠又绵绵 鸳鸯蝴蝶看不见 多美的人间 太早了 嗯 不及你万万千千 若自信不免 似了也干 有时候啊 真的觉得人也挺怪的 虽然我们俩都知道应该放他走 但他真走了 心里头还空了吗 不过神崔夕 他即便是踏出了这扇门 他也是我们两个一辈子的亲人 就在那儿 小兰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 锦西房 娘子 书方姐姐 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我这就去给书方姐姐和娘子准备早饭 早饭都已经买回来了 我们都吃完了 你赶紧去吃吧 书方姐姐 不能这样花钱 姐姐管人家十几年 还用着要你替他担心啊 书方姐姐 今时不同往日 离开人家的时候 大爷再三要给我们傍身的银子 可娘子说了 人家现在百废待兴正是用银子的时候 所以什么都没拿 以后呢 可得精大细算呢 姐姐说过 你记在手 吃穿不进 有姐姐这双手在呀 哪会饿得你这个大丫头呀 哎呀 娘子 你看书方姐姐又说我了 书方丫头 不许欺负小兰 我们家小兰乖巧贴心 明知道要跟着我过苦日子 可还是跟来了 哪像你呀 算盘珠子打得飞快 早就盘算得清清楚楚的了 姐姐 这教我打算盘的是你 现在嫌弃我的又是你 行行行 那我走行了吧 我真的走了 快走吧 快走吧 别一步三回头的 晃得我眼慌 娘子 书方姐姐不跟我们一起开警戏房了吗 她倒是想留在这儿偷懒 只是总账房和人家都离不开她 书方姐姐和娘子都好厉害啊 离开了人家也不怕吃苦受罪的 你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比我们都好 过得比娘子和书方姐姐还要好 我从来都不敢想 那你就从现在起 你好好想想吧 好的 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